台灣將邁入超高齡社會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日前推撞世代文化運動 喊出要將銀髮海嘯轉為長壽經濟 上午也赴桃園參訪關懷據典與長者互動 比這十五歲以上的人 有時要人照顧才十五歲 因為他過十五歲以後都很健康 長照二元年以 我們的目標以後 如果那巴士銀髮 大選腳步逼近 參選人紛紛擠出政見 國民黨好友已九日上午發布治安政策 宣誓將設立棄毒署 並透過二組校園毒品源頭 打擊幫派破除孕毒鏈 毒品犯罪從重量刑等五大面向 全面打擊毒品犯罪 不過距離大選剩不到70天 再也整合人無共識 也引發基層焦慮 國民黨前立委蔡正元更聲明要退黨 強調只有柯侯佩才有可能贏得選舉 至於民眾黨部分區立委擬提名人徐春英 八日在廣播節目中指出兩岸存在國與國的關係嗎 更稱如果台灣宣布獨立就會去放棄中國國籍 槓上內政部長林友昌 富極跟國極是兩碼事 人民關心的其實還是在享受我們自由民主的一個社會制度的時候 是能夠忠於這個國家完美的去實行人民所托付的這個權利 正對徐春英批兩岸不是國與國的關係 林友昌也反擊 若不是那他現在站的是什麼地方 這裡是中華民國 原視新聞綜合報導 好 好